欢迎收看新春特别报道 年菜料理要如何做到色香味俱全呢 古堡家商三位餐饮科的学生 特别透过了新春特别节目 为大家示范了三道创意年菜料理 以及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DIY的点心 我们一块来看看 围炉餐桌上通常少不了象征年年有余的鱼料理 不过如果吃腻一般的菜色 古堡家商餐饮科的学生 飞溅色香味俱全的松鼠黄鱼 既好吃造型也很特别 松鼠黄鱼的部分 它其实是要先取鱼飞粒 但它鱼飞粒不会完全去下来 它会就是它的肚子会 它开肚之后然后也会开背 那开了之后它尾巴不能让它断掉 尾巴不断掉的原因就是 要让它两个鱼飞粒是粘在一起的 那粘在一起之后我们要切花刀 让它有一个一块一块一块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去沾我们的干粉去炸 炸起来的话 它就会是一块一块的 不会像一般我们吃到鱼飞粒是完全平面的 那这样我们到时候 我们在泼我们的糖醋酱的时候 它才可以完全的吃进去那个酱汁 也可以吃到口感不一样的感觉 相信许多婆婆妈妈会准备和虾子有关的料理 徐峰月也特别示范了一道玫瑰大虾 以虾子包着海苔和咸蛋 在裹上面粉下锅油炸 不但口感特别味道也很丰富 那玫瑰大虾的部分它是用我们的明虾 去做一个开肚的部分 那开肚之后我们会包入我们的海苔跟咸蛋黄 去做一个掉颜色出来的一个层次的部分 对然后也会增加它的口感 那海苔呢我们要先把它炸过 炸过之后它会变得比较酥脆 那之后我们开肚之后把背朝上卷起来 然后我们要先去虾泥 卷起来之后我们就要沾我们的太白粉跟面粉 去把它炸到酥 炸酥之后 炸酥前我们要先插牙签 让它不要松开 对那炸酥起来之后记得把油滤掉 然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酥很酥 然后从外面酥到里面的一个玫瑰大虾 而最后一道福袋米糕 也是从餐桌上常见的米糕去做变化 以高丽菜包裹米糕 虾米和韭菜炒香菇 再以韭菜封口 就成了福袋的造型相当的好喜 制作的过程是先把米糕炒一下 然后再下去蒸 之后再用高丽菜 然后把它外面把它包起来 那因为这样会比较特别 我们就是炒的过程中 就是尽量不要让它锅子不要太热 这样比较可能容易会烧焦这样子 还在烦恼要准备什么样的年菜料理 让一家大小可以吃的满意又开心吗 这三道由古宝加上餐饮科学生示范的创意年菜 或许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看起来相当精致的瓶瓶罐罐 不仔细看会以为是装饰品 其实里面装的是美味可口的甜点 只要利用现有的瓶子以及手边有的食材 就能自己动手做 瓶中甜点在家里可以制作的小产品 然后我们可以先准备黄草糖粉 然后开心果 草莓可以先切块 然后用保鲜膜封着才不会腐烂掉 然后配整个新鲜的草莓跟新鲜的小卵梅 然后还有一些核桃坚果类跟制作好的蛋糕 然后压模具切自己要的大小还有蛋糕体 因为制作方式相当的简单 其实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尝试 尤其过年期间 不少民众家中都准备了很多的水果或是坚果 这些都能拿来当作食材 因为最近在流行瓶瓶罐罐 那我们有做像类似杯子蛋糕 换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把一些换成现在流行 大家都不吃那种重奶油 而是吃慕食类 让我们把慕食的东西 关在一个小杯子里面 让每一个杯子里面 可以添加现在现有的水果 可能新鲜的草莓或是坚果类 把它加在瓶瓶罐罐里面 让它的丰富跟层次感都会更多 然后在家里也可以制作 自己不管什么样的杯子 都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就是做出自己想要的特色 即使是看起来有一些难度的慕食 其实只要准备好相分的材料 包括牛奶奶油起司 卡士达酱以及动物鲜奶油 依需添加搅拌就能完成 那我们在家做慕食的话 我们可以先准备牛奶 卡士达粉 然后打软的奶油起司 可以加一些陈酒提味 那还有一个动线也是办好 差不多七八分八不要太怕 过年期间如果怕塞车懒了出门 不妨考虑一下来场亲子DIY 找出家中能派上用场的各种食材 就可以全家到小 一头享受做甜点的乐趣 福宝家商餐饮科 祝福大家 往往来福宝新年 祭酒房间卡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